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子头戴全罩 安全帽在销售人员指引下看房 猎情画面让人玩耳一笑 但其实这诡异行径背后 牵涉到个人隐私问题 现在现在人面识别之后 有部分项目就开始推广 用人面识别来确认客户的身份 人脸辨识系统无所不在 现在在中国连看个房子都要被扫脸 有看房民众透露 如果在房地产公司内 已经被拍过脸部的话 买房时就拿不到第一次到访优惠 另外也有人担心客资外泄 才会出现这种带头盔看房的怪现象 我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关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处理的 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 基本上它对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 房产业者声称是为了辨识买主 是否透过仲介来看房 或是自然到访的客户 但此举在网路上引发争议 很多网友认为地产商是藉由侵犯个人隐私 来为企业谋求利益 根本形同犯罪 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无声 还是我们压根就不知道 我们的面部特认信息 已经被偷偷地采集了 人脸辨识系统 在多个国家的公共场所 甚至执法机关已逐渐普及 但仍持续引发各种争议 如果是为公共安全 或许人民还能够理解 但若私人企业为了牟利 恐怕需要更明确的法律规范 来保障人民的各自安全 三天五的日报导 三天五的日报